他是安徽狠人李国宝 曾在不死不伤的情况下 孤身一人窃取志士手枪九支 制造了安徽省99年头号逼迫大案 任何一个狠人都有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早在85年至91年 李国宝因两次盗窃被判无期徒刑 96年不甘现状 选择越狱潜逃 从此孤身一人闯荡股市 妄想逃亡之际巅峰一把 不料迟迟未能发迹 最终落得个两手空空 不过搞钱的念头并未破灭 反而越挫越勇 于是再次重操酒业 99年6月15日夜 淮南市体育学校内闯入一男子 用娴熟的手法撬开铁门后 匆匆来到二楼储物室 也为这里放有大量运动枪支 可便于供他日后作案 案发当晚 市委领导亲临现场指导侦破工作 经初不合时 现场共丢失九支运动型手枪 其中速射手枪三支 满射手枪一支 标准手枪四支 外加一支左轮手枪 考虑到影响性质的 615专案组在现场紧急成立 并将案件上报安徽省厅 由省厅指挥中心向省委以及公安部 做紧急汇报 并派副厅长携专家组 火速赶赴淮南 同时将此案列为 99年全省头号逼迫大案 据介绍 被倒立的九支枪 能够武装一个板 九支手枪虽是小口径运动型枪支 但后座力小 紧密度又高 具有一定的杀伤力 流入社会的后果可想而知 由于对现场的勘察发现 储藏枪支的铁门 并没有被撬得很紧 所以并不能排除内部人员 坚守自道行为 于是 专案组将力量分为 内部摸牌社会面控制 和技术征集三个小组 制定了一枪找人 有人查枪的侦查思路 共查销各类专案线索68条 审查了1700余人 但经查验最终都一一排除 再加上枪库看守员始终坚称 案发当天是将所有防盗门锁好后 才离开 所以导致案情的发展陷入迷茫 而就在这个时候 有了首相傍身的李国宝 已经再也不屑于小偷小摸 证券交易所 是个贫富差距极大的地方 有的人在此倾家荡产 有的人一夜抱负走上人生巅峰 李国宝在故宝地 化身成地狱使者 盯上了正在享受战果的古勇 凭借多年的经验 只是在远处静静看着 对方手指波动的频率 就能知晓对方的钱数 随后搭乘一辆出租车 一路寻寄跟踪 不巧的是 尾随对方竟足足跑了大半个城区 而李国宝身上仅有七八块钱 于是他集中生智 将身上最值钱的传呼积压给了司机 并将司机的名片收入囊中 随后 两人一前一后 穿过人来人往的闹势 眼神始终将对方锁定 直至对方走进单元楼 李国宝知道机会来了 确定好四孝无人后 朝着对方连开三枪 将皮包里的现金抢走后 火速搭乘出租车逃离 期间李国宝未不暴露行踪 先后换乘两台出租车 看着呼啸而过的警车 他突然意识到 留在出租车司机手里的传呼机 是个大的失误 于是 他刮掉了呼吸 换了套衣服 与出租车司机取得联系 准备在拿回呼机的同时 再将对方灭口 二人来到荒郊野岭 这时乃杀人灭口家地 但天有不测风云 子弹射出的瞬间 司机一个闪现成功避开子弹 然后直接挂挡给油 李国宝的灭口计划没能得逞 司机也就对他构成了隐患 9月6日 淮南110报警台接到报案 五分钟后 谢家吉公安分局赶到现场 在将受害人送医途中 已经停止了呼吸 现场勘察提取三枚弹壳 在皮包里还留有一捆5000元现金 经初步勘验 三枚弹壳为致是小口径手枪射出 联想到615到枪案所丢失的手枪 谢家吉分局立即将案件上报试据 经过技术专家的弹痕比对 确定三枚弹头为丢失的那把标准手枪射出 市局决定两岸进行并针 经查访证实 遇害人名叫长燕 是矿机的退休干部 据遇害人儿子讲述 父亲当天曾在证券交易所取钱 警方通过查交易大厅的监控 看到了长燕的身影 但由于角度的问题 并没有发现其他有关线索 只知道在当天他曾取走两万五的现金 也就是说其中的两万被凶手劫走 9月19日 遇害人的外声称有重要情况汇报 据其讲述 案发当天在蔡寿路香港揭露后 偶然遇到自己的舅舅 而在他的身后还有一名男子 从一辆下立出租车上下来 等舅舅走后 那名男子也紧跟其后 该男子一米七五左右 40岁上下体型偏瘦 上身着白色衬衫 下身穿黄色灯膝 专案组绝的线索非常重要 于是准备从这俩出租车上着手调查 而在这个时候 李国宝也盯上了那名出租车司机 没有将他灭口始终感到遗憾 于是他拨通了曹建的电话 曹建吗 是我 不记得了 我就是做你承那个人 我告诉你啊 我算你命大 也算你运气好 我问你啊 你报警了没有 你要是报了警 我随着随着都能找到你 到那个时候你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曹建只是一位普通出租车司机 受歹徒威胁之后 在警方的问询中选择了隐瞒 但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 以及父亲的开导家 最终不惧威胁 选择为警方的侦破工作添砖加瓦 根据曹建回忆 嫌疑人使用的是国卖牌传呼机 其外貌特征 基本与先前警方掌握的线索相同 局长认为案情已经逐步明朗 现在要围绕国卖牌传呼机 展开全面调查 以此缩小今后的侦查范围 经查证 这是一种股票传呼机 在淮南共发售了350起步 以此推断 使用该类型传呼机的肯定为股民 案犯也是如此 于是 专案组在县人的带领下 对淮南证券交易所 开始24小时蹲点 而此时的案犯 则是来到一家银行 上次抢的2万元已全部挥霍 他又盯上了在柜台取现的土豪 跨着小碎部一路跟土豪 来到一家高级酒店 他已经急不可耐的想实施抢劫 就当他准备掏枪时 上来一男子缓解了土豪的危机 当他尾随着楼道准备再次动手时 服务员小姐姐的出现 又再次拯救了土豪 他只好放弃此次抢劫 寄希望于股票市场 他不知道警方早已在此不顾 此时一位线人认出了案犯 于是马上通知增原 然而案犯还浑然不知 而这时导演却强行夹起 在门口蹲守的侦察员 与案犯擦肩而过却无所察觉 正是应了那句话 众里寻他千百度 木然回首案犯竟在眼皮子底下溜走 于是侦察员们一路循迹追踪 最终在人行道上发现案犯身影 一路尾随至无人小将 李国宝面对侦察员的询问表现得十分自然 这种心理素质可以与白宝山即行媲美 在没有实质性证据前 侦察员也没有立即实施抓捕 跟随案犯来到住处 而就在这时 李国宝突然甩开侦察员冲向屋内 他想拿上手枪来个鱼死网破 不过最终还是被干警迅速制服 后在搜查过程中 在其屋内找到丢失的九支手枪 于是就有了片头的那句话 老兄 我佩服 你要再给我三秒钟 你恐怕现在不会坐在这儿了 我也不会坐这儿了 你会不会坐在这儿了